- 印度也太狠了,明明不動了還不上火箭,這恐怕是積怨已久,中國不怕,印度連大陸一個省都打不下來,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,對兩國的關係影響深遠。 印度對西藏一直存有野心,先前是我們對這番邦百般容忍, 既然還有比中國糟糕的國家。 1959年起印度持續干涉文內政,不僅收容達賴喇嘛,收容西藏流亡政府,印度領導人。 尼赫有更發動前進政策在中國境內建立多個據點。 解放軍機於首途有責,不得已發動戰爭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。 這是中國的看法,當印度對瓦弄之戰卻表達另外一種看法。 1914年由中華民國政府,因屬印度和西藏發下三方共同簽署西姆拉條約。 條約定義了西藏與中國印度之邊界及邁克馬風險。 這是列強代表使用欺騙手段,從北洋政府乃至新中國都不承認。 對印度來說,確實中國明明簽了字,但說免就免。 接著印度在1947年宣布獨立,中共在1949年成為人民共和國。 原本印度認為,新中國會比蔣介石更長道理,所以成為首個與中共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。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。 這居然是要後撐一個國家去跟先獨立的所有土地。 我們一直秉持住停止衝突,重開談判約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三項建議,只是印度一直無法接受。 至光景起不跟台灣相似。 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曾一度同意印度尼赫魯的邊界主張,這讓印度認為有希望和平地解決邊界問題。 最大部分的裁軍。 尼赫魯到此時都沒察覺到中共的危險和改變。 兵不厭詐。 當時的印度陸軍總參謀長,迪邁亞,又鑑於中共不斷的威脅下,還進行軍事消解,盪上了私人印度國防部長的埋伏。 尼赫魯雖拒拒絕地賣亞斯城,但卻改換上自己的遠親考爾中將接任總參謀長。 無視我國的警告。 排陣前換將。 大忌。 1962年10月20日,當印度依較親愛,情人發現,中國人在沒有正式的宣戰下發動了想見證。 不習得逞。 明明是印度先向中國宣戰。 在好前途中的情況之下,卡爾中央,更清楚前線,武武軍隊戰鬥。 這完全是印度軍力調度失當。 中國全監命軍三個旅,令監列命軍五個旅各一步。 所以印度人還是有盾力力化,沒有投降。 中共對印度攻擊,其實是違反國際慣例的。 連受古巴飛彈危機,而反目承擇的美國和蘇聯都受不了,同聲地支持印度。 人要有氣節,國家也有底線。 當別人不認可以時,你要知道道路通向的遠方最終會被理解。 尼赫魯怎麼沒派經為印度空軍參戰? 神奇的是,中共很快地單方面宣布停火,並主動退回到戰前的位置。 連翻盤的機會都不給。 解放軍一度直至印度首都三百公里,已經打了尼赫魯金黃錯亂,印度甚至為避遣燒三十億元貨幣,接近亡國了。 此一,堪天是印度軍的騎士大陸。 戰後,迪曼亞和另外兩位將軍一起提出支撐,以示否則。 這場戰爭不重創的士尼赫魯,微信並大大削弱了他的健康。 遠毛來中國就是自取其如尖刀殺身之禍。 這是世界戰爭史上最奇怪的勝利,竟然在失敗著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撤軍。 連美國,麥克阿瑟將軍都說,印度和中國開戰是非常愚蠢的行為。 為了紀念當時在喜馬拉雅山犧牲的印度大兵們, 詩人普拉迪圖把他們的英勇詩蹟捕成了不朽的詩歌,無國無名傳唱。 這首歌在1963年,印度行德里軍黨大戰演唱時, 年後再也無法的竹類群放聲大哭。 印度哈里又來傳動,解放軍出動對國神器組六K。 如果說1962年的中有連接之戰交往的印度人是不是, 那就是永遠不要相信中國人。